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西宗拜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布林肯 已经基本上确定访问中国了 他自己想来啥意思 为了缓解盟友的地缘压力 美国广播电台啊 就是NBC说 国务卿的中国行之目的是为了给印太地区的盟友 缓解安全担忧 我记得呀 我在春节前后啊 曾经说过 布林肯呢 想到访中国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给盟友提供安全保障 这个东西呢 得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我们之前说过 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呢 就好比一场足球赛 美国在一边 中国在另外一边 然后其他的国家呢 在看台上 美国和中国谁能拿出来最好的公共产品 谁就能得到大家的拥护 美国在西太平洋打造的旗舰产品 就是安全 但是呢 这个安全又是基于在美中关系相对融洽 相对缓和的基础之上 按照中国的外交场合经常说的话 就是斗而不破 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地区 打出自己的旗舰公共产品 是发展与繁荣 如果美国不能保障安全 而中国可以提供发展 那么美国就无法在该地区实现有效影响力 尤其是这一地区 美国被一致认为是麻烦制造者 troublemaker的时候就更不好办了 去年八月份呢 这就出了个事儿 咱们的老妖婆 南希·佩洛西 串访台湾 与中国呢 斗而不破的这个态势呢 就趋向结束了 中国切断了八个重要的项目合作 并冻结了军方的对话与危机管控 弄得这个美国军方啊 不得不自我约束 避站保船 那是真的尴尬 为什么他要避站保船啊 因为啊一旦擦枪走火 他自己也知道在西太平洋这个生产能力 西太平洋面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军事体系 他是没有胜算的 如果这场战争扩大的话 美国跟中国打核战争 美国可不想要这个结果的 也就是说呢 美国与中国竞争 目的是削弱中国 目的是得到更多的利益 他的目的可不是跟中国打核战争 然后最后自己几百个城市被毁了 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要这个 他也知道中国实力什么样 他知道你像你想一想 当年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也好 苏联也好 日本也好 能释放出来的实力什么样 就中国今天这个生产能力 他能释放出什么实力来 美国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呢 他也不想呢 把这事惹大了 所以这次访问呢 布林肯的意思呢 就是重启关系 重启关系 这么个信号 上一次国务卿访问什么时候啊 2018年10月4号 北美猪头 Mike Pompeo 在首都机场 谈了三个小时就走了 啥事没谈成 这是头一个方面去解读 第二个方面解读是这个 美国全面布局西太平洋啊 但是呢 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呢 即使是美国的盟友 也尽量的采取观望的态度 你给我的好处我就拿着 但是你让我去冲锋陷阵 为你去牺牲 那是绝对不行的 韩国菲律宾除外 这两个小汪汪最近跳的挺高的 如果美国呢 在这个地区呢 谈新冷战 与中国呢 要竞争到底的话 那么周边国家呢 一定呢 美国想让选边战 那这这种情况呢 美国可能会失去朋友 把这些骑墙的国家呢 推向中国 反而呢 不利于美国的布局 只有美中关系 开始重启以后 美国才会有一个相对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去开展所谓的这个关系 所以美国现在特别需要一个跟中国的缓和或跟中国的重启 而中国呢就不太需要 为什么 因为啊 中国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呢 中国特别喜欢 这个这个这个混乱的局面呢 是有利于中国的 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啊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尤其是美国 在这方面呢 有这么一个态势 他在中国这边呢 对话 访问 频频的发出信号 然后呢 他在东南亚这边 他在太平洋岛屿这边呢 让利 援助 缓 然后呢 说了 如果你劝说 中国跟我缓和 我给你更多的好处 然后你就会看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新加坡 就开始现在说 哎 你们俩还是坐下来谈一谈吧 就这么一回事 这个东西呢 美国给什么援助 一般呢 给点钱 但是给的更多的呢 是民间的交流 比如说呢 东南亚这些国家呢 有大量的年轻人喜欢去美国 然后美国呢 就给这些年轻人大量的奖学金 然后让着澳大利亚呢 也给大量的奖学金 然后这些学生呢 这些年轻人就可以到美国 到澳大利亚去学习了 就亲身体验一下 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 到底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现在呢 美国正在培养下一代 美国也知道 这些国家也知道 我想中国也知道 美国在培养下一代的小旺旺 但是呢 你这些国家的人啊 喜欢去美国 那他喜欢去美国呢 一拍即合 就给他们奖学金 这就等于说 给东南亚国家让利了 给东南亚国家让利了之后呢 让东南亚国家去劝说中国 赶紧跟美国聊啊 跟美国聊 咱们就可以共同发展了 共同发展了 也就是说呢 让东南亚 让第三世界国家拿到了好处之后呢 就跟中国呢 去劝中国去聊嘛 也是一方面去施加压力嘛 就这么一回事 他能不能给中国让利呢 可以给中国让利 但是如果美国要给中国让利了 这个事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说 所以的NBC呢 这次就说了 两位国务院的官员就透露了 原本二月份的访问 因为气球事件呢 被迫战缓 这个中间呢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在中国这边呢 就是中沙一协定 台海军演 中俄协定 中亚峰会 断绝与美方交流 然后最近的碰碰船事件 然后把加拿大那个军官呢 给下尿裤子了 这个事呢 也没办法 加拿大也没见过世面 你说你怎么办啊 所以访问谈什么 美国这个国务卿 就是左右神策军中尉 布林肯 到这个 到这个哪 到这个中国北京去访问 他谈什么呀 那有人说呢 肯定就是说呢 随便聊聊天了 不是随便聊天 他来这儿肯定是有目的的 他来这儿呢 就是哪怕访问 坐下来了 他跟习近平握这个手 只要这个手一握 好 这个事就结束了啊 中美呢 就算重启了 重启不是缓和 重启不是和平共存 重启只是一个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跟世界说的 说我们俩现在呢 又开始交流了 就这么回事 我们可以有激烈的对抗 我们可以相互制裁 但是最起码 我们可以交流了 就这个 这是给世界说的 重启是这个东西呢 是美国想给世界说的 我们俩现在可以了 然后呢 大家呢 看一看我的更好的产品 到底是什么 这是美国想要的 但是呢 如果现在的情况跟美国没有缓和 跟美国还是乱着 美国在这一地区呢 就不太好待 因为你美国毕竟是大西洋这边的国家 你跑到亚洲来 你干什么来了 你跑到亚洲来 那是因为你历史的 这历史的问题 因为历史上你在这边有一些布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在这些布局当中 你还能不能守住 这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这边 这方面起来了 如果你再跟中国去对抗 惹在这方面这些国家 中间这些国家没办法发展 没办法生存 那么你美国就是不欢迎的 所以美国特别需要在印太地区 它所谓的这个印太地区呢 进行一个 就是说跟中国的一种重启 这个重启就象征着一个重新的开始 象征着美国呢 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被这些国家来接纳了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提供产品了 中国也可以提供产品 然后第三世界国家呢 就两头通吃 这都可以 怎么着都行 反正第三世界国家喜欢这个 美国呢 也现在正在想办法营造这个东西 就特别特别好玩 所以呢 这就聊一聊 就过来聊了 谈什么呢 不重要 有时候呢 可能会吵一吵架啊 吵一吵架 当着媒体的面啊 对骂啊 尤其是中国这边 当着媒体面使劲骂美国 把美国骂得鼻青连中 布林肯给骂哭了 那最好的 但是媒体只要一撤 双方就开始谈正事 你觉得中美聊天的时候 就是啊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然后互相指责对方 你觉得是这个 你觉得维也纳 王毅跟这个沙利文 两个人就吵了两天的架 就互相对骂了两天 还不是呢 对着媒体 他俩对骂 对着对方 没有媒体了 开始谈正事 谈什么正事 因为世界上有些东西啊 没有中美 真不行 没有中美不行 比如气候协定 我之前不说了吗 气候协定啊 现在是怎么着呢 大会出一个稿子 然后先把这稿子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 交给中美两国 签字批准 批准了之后 拿回给大会去表决去 肯定会通过 只要中美批准的事 他俩肯定会通过 七国峰会的文件 这次七国的峰会的文件 在维也纳谈不谈 我个人觉得是谈了 而且呢 基本上就是说 按照这个来的 中亚峰会这个事 只没知晓美国 应该是知晓 应该是知晓的 这个事必须得说 这么大一事 你不跟美国说 也是不行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国之间的默契嘛 还有就是俄乌战争 你说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个事 现在沦为中美之间 谈判桌上要谈的东西 你说这俄罗斯 这个面儿得往哪搁呀 没办法 这国家不能这么弱 国家要开始弱弱下来的话 国家开始这个力量 不如以前的话 那你的命运 可能就掌握在别人手里了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美国的南部边境 美国的南部边境呢 现在看来要守不住了 一大堆这个非法移民 就往这个美国 南部边境的块冲啊 这个事 其实美国没有中国的话 他也解决不了 你说中国怎么能解决这个事呢 当然可以了 因为中国可以通过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呢 形成一个所谓的这种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是基于发展的 中国呢 在中美洲呢 和这个南美洲呢 进行大量的投资 然后美国呢 世界银行呢 也可以配合在这个地方 进行投资 然后在这个地方建厂 建厂了之后呢 在当地呢 形成了一种这种供需关系 这种供需关系呢 就能呢 让这个往北去的人呢 越来越少 这个呢 是一个长久的工程 而这个长久的工程 需要十年二十年 就看美国和中国能不能有这个合作 能不能横下心的把这事做出来了 其实这个事美国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有能力做的 只不过它因为那国内政治 它不想做 它不想做 现在怎么着了 这些地方是国家人活不下去了 那活不下去了 一看你美国当年压榨我们 你美国当年联合国品公司 欺负我们 行 我们现在没有主权 可以 那好 我就跑你那块去 你不是人权高于主权吗 那我就去你那块 我就走到你那块去 到你这个边境里 我钻进去 你就给我你的民主 你就给我你的人权 就可以了 所以美国现在受不了了 你说一年挡住二百多万 这个非法移民 那钻进去的多少人啊 这个东西没中国 它解决不了 它解决不了咋办 那只能跟中国谈着的事 这个东西呢 美国避不开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 中国会不会允许 这个左右神策军中尉 布林肯来这访问呢 我觉得不知道 其实这里边还有个看点 这个看点呢 就是拜登手下的这个沙利文 这个沙利文呢 现在跟布林肯呢 争风吃醋 你也不知道 沙利文什么时候 给你来个秘密访问 搞不好在布林肯前边 他给你来个秘密访问 跑到北京去见王毅去了 见王毅去 见完王毅 直接了当跟习近平握手了 你说你这事 你布林肯怎么办 布林肯不得钻桌子底下去啊 还是哭晕在厕所啊 怎么搞的 你这可不行 你所以现在布林肯也很着急 这个事是什么呢 他尽可能的 想在未来几个 几个星期之内呢 完成对中国的访问 因为这里边有个节点 就是今年的亚太峰会啊 九月份举行 在美国举行 在美国举行的时候呢 这次呢 习近平呢 肯定是会去访问美国的 最起码是一个工作访问 工作访问 他要跟拜登会面 也就是说 美国这些官员 无论是沙利文和布林肯 必须得赶在这三个月的节骨眼上 到中国去访问 如果沙利文去呢 肯定是秘密的 不能公开的 布林肯呢 就是公开的 因为他是国务卿 所以你就看这两个官员啊 一个是舒密使 一个是大太监 左右神策军中尉 这两个人呢 他们怎么进一步的相互斗争 怎么抢在啊 抢在对方的前面 跟习近平握手 这是一个看点 中国会不会允许 这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啊 在这个印太地区 或者是亚太地区 这种乱局啊 对中国是有利的 这就是为什么不对话 美国也知道 因为中国不对话 这个地方依旧是乱着 美国是那个麻烦制造者 美国是那个麻烦制造者 那中国就可以来稳住 这一地区美国的布局 同时呢 开展这一地区以外的工作 比如说在中东 比如说在非洲 比如说在拉丁美洲 美国的后院 所以呢中国现在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 这就为什么中国不会跟美国聊 而且美国还知道 比如说什么台湾啊 香港啊 新疆啊 西藏啊 人权啊 哪怕这些东西是象征性的 也得谈 哪怕搞几个假装制裁 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不谈了 这就等于放弃了 美国例外主义的这个外交国策 这个例外主义 exceptionism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是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搞出了一个君子协定 这个君子协定就是欧洲国家之间用现实主义 欧洲与非欧洲国家 那欧洲国家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进行道德绑架和居高临下的说教 这个东西呢 就叫例外主义 欧洲是例外的 美国呢 就沿用了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看到呢 美国跟当年的苏联玩的是现实主义 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跟中国其实也玩的现实主义 但是后来美国一家独大了之后呢 就开始聊人权 这烂七八道事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是例外主义的一个体现 哪怕是象征性的 这些东西也得谈 你看看欧洲跟中国聊天的时候 有时候象征性的 他就谈的人权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们那些就是例外主义这些东西 难道中国不知道你这个例外主义吗 中国当然知道例外主义了 那就用这个东西卡美国 怎么卡美国呢 正好你不是聊这些东西吗 涉及我的核心利益 涉及我的主权领土完整 那当然可以了 你谈这个我不跟你聊 我就不跟你聊 我就不惯着你 你怎么着 你说你以后不谈了 你以后不谈了 你就放出一个信号来 那咱们同样用这个现实主义的方法呢 来聊天 如果咱们同样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聊天的话 那么就怎么办啊 那你美国就站在一个欧洲国家 或者欧洲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上 跟一个非西方的国家 或者非欧洲的国家 进行现实主义的交流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你看你怎么办呢 你看你怎么办呢 你美国现在改成这样的话 那等于说美国你放弃你自己的霸权 你放弃你自己的霸权 这是一个象征啊 你想不想做 你放弃你的单机霸权 你可不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说了 你想例外可以 我不惯着你 不跟你谈 不跟你谈 就保持我现在对你优势 什么优势 这个混乱的局面 那美国说了 你可以谈我们人权啊 你可以聊我们人权啊 你可以聊非洲裔原住民的怎么着 使劲骂呗 无所谓啊 那我为什么要惯着你啊 我为什么要谈你的非洲裔 我为什么要谈你的原住民啊 你自己都解决不了的事 我还我还谈你的事 中国现在在谈什么 中国不是说不在谈 中国在谈一个东西叫发展 叫繁荣 给第三世界决策权 给第三世界这种繁荣的权利 发展的权利 你美国现在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 你美国现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敌人 这个是中国正在谈的 所以美国你看现在在做什么 你看美国在做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美国呢 改变了一下他的策略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 跟美国之前 尤其是川普时期呢 做的有点不太不太一样了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好 他为了能跟中国谈上话也好 他为了以后的战略布局也好 他主动给第三世界开始让利了 他主动开始援助发展中国家了 他希望发展中国家呢 去劝说北京和华盛顿会面 同时呢 他也开始在第三世界布局自己的事务了 如果你去看这个G7峰会的这个文件 你会看到几乎一半都在谈如何发展非洲 如何发展第三世界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脑袋开窍了 为了政治为了他未来的布局 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已经开始往第三世界大国码撒钱了 这个是这个这个是一个看点 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现在的问题是啥呢 你哪怕第三世界随便的要价 漫天要价 之前你那个我欠的个钱 你给我你给我那啥了 给我给我免除了 现在给我新的贷款 不给不许给我附加条件 现在以后就是这些东西 美国呢也得一一的允许 为什么 中国在那看着他呢 没办法 要不然 要不然这个东西 美国不就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了吗 美国站在历史的对立面 他失去了第三世界 那他以后跟中国的对抗可就赢不了了 那美国能不能给中国让利 那是肯定不能的 为什么 因为让了利很麻烦 因为美国给中国让利就等于说 我不仅从行为上 我现在从意识上 从所有的层面 我放弃了单机霸权 这个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 最起码中国和美国了 美国就不再单一霸权 美国就不再独大 那这种事呢 对美国来说就更不利了 也就是说布林肯 现在想到中国去访问 那是不惜一切代价了 现在呢 他他想呢 想尽的一切办法呢 想到中国来 想稳定他所谓的这个布局 想延续他所谓的这个优势 到底让不让他来 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